大家好,我们家的西红柿大丰收了 今天我们来做罐装西红柿 自家做的罐装西红柿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剂,味道很好 放好几个月拿出来吃还是很新鲜的味道 除了15斤西红柿,屏幕上这些是我们需要的另外的辅料 我们先来准备几个特别的瓶子和盖子 它这个瓶子和盖子是不太一样的,我们先来看这个盖子 这个盖子的边上这一圈和它顶上的盖子是分离开的 因为等会儿它需要抽针空 所以你如果想保存的时间长,必须用这种盖子 你去买的时候看一下,它牌子很多,外表看起来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瓶子 瓶子一定要用这种耐高温耐高压的瓶子 通常如果我们买的时候底下有这些小点点,这个瓶子就是耐高温也耐高压的 因为我们等一会儿要对瓶子进行高温消毒 所以这个瓶子必须是要耐高温的 另外在装上这些番茄块以后它会被抽针空 所以也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这些瓶子在Canadian Tire, Home Depot,还有很多店里头都有卖的 现在正是做罐装蔬菜的季节,所以这个瓶子非常容易买到 烧一锅开水,把瓶子和盖子先洗干净 然后都放在水里头煮2-3分钟 番茄把顶上的这个地去掉 然后在底部划十字刀 如果番茄很大的话,底部就多划几刀 再烧一锅开水,水开了以后用小火保持温度就可以 把这些划了刀痕的番茄都下到水里头 一次不要下的太多,以保证水温够高才能够把皮烫下来 烫大约4-5分钟,试一下很容易剥掉皮,这些皮已经开裂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拿出来了 现在我们来把番茄的外皮剥掉 这个皮如果剥的不是很干净的话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不是做番茄酱,我们只是做块状的罐装番茄 他们做大皮量的时候是不去皮的 我们自己家做小皮量就要稍微仔细一点 去完皮以后把番茄切成大块,这个随便切 用一个大锅把所有的番茄肉都倒进去 我这个锅好像稍微小了一点 用中火烧开以后改小火炖煮10分钟左右 经常搅动,注意不要糊锅底 一定要用小火,它非常容易糊锅底 用一个网把表面的浮沫撇掉 现在开始加糖,然后加盐 再挤入柠檬汁 把两种香料都加进去 这个是orangana 现在来加parsley 这两种香料在超市里卖香料的地方都可以买到 把它们搅拌均匀,继续小火炖煮10分钟左右 煮好了以后趁热装瓶 如果没有把握的话可以像我这样装在一个带嘴的容器里头 然后把它们倒到瓶子里 要稍微装的满一点点 顶上留1.5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趁热加盖,密封 拧紧了它 过个4-5分钟 因为瓶子盖的特性 还有热西红柿的原因 它就自动抽真空了 你来听一下 第一个已经完全抽真空了 没有空隙 第二个就还需要再等几分钟 这样我们的家庭自制意识灌装番茄块就做好了 等到天气冷的时候 如果没有新鲜番茄了 我们可以拿出来做pasta 或者做番茄炒鸡蛋 味道都是非常好的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集再见